一眠60歲的婦人在櫃台前 請銀行員幫忙匯款 結果行員發現 匯款國外的帳戶資料不全 察覺有意立刻報警處理 但婦人堅持沒有被騙 還說只是匯2000塊而已 來看看當時的狀況 她是傳這個 她需要小孩照顧 他們這個就是從網路上抓下來的 婦人秀出男子的照片 不斷說對方是好爸爸 所以才想匯錢給對方的兒子用 但可以看到照片中的男子 農媒大眼相當英俊 但其實是詐騙集團盜用網路照片 裝成愛家單親好爸爸的形象 來騙婦人 不過婦人堅持沒有被騙 還要求銀行快點作業 但員警和行員堅持不讓婦人匯款 還不斷告訴她 詐騙集團都是從小額開始騙 然後越騙越大筆 這時婦人才驚覺 自己掉落一場騙局 這是詐騙集團 慣用的假照片 2000元也是錢 我們堅持不讓婦人匯款 詐騙集團利用帥哥好爸爸的溫情公事 拜託婦人先匯款幫忙 所見婦人最後在警方和行員的勸說下 沒有受騙上當 該理談 我受騙時 可能不大家 Relig XD 我也孔好 最高 , 這 反應 不是 英文